这样贴他 然后这样在一起合影 他就这样 二十多岁怎么了 二十多岁 我就该精通这件事吗 因为张老师的美貌 因为他的帅气 我们当时都觉得这个人好奇怪 告辞 宝藏爱豆藏不住 今天我来摊牌了 关注芒果TV娱乐频道 摊牌吧 芒果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雨昕 大家好 我是丁雨昕 今天摊牌了 两人对彼此的触印象 与熟悉之后的样子反差大吗 大 怕呀 大吧 刚才认识他的时候 就是我们面试的时候 首先我是被他吓了一跳 因为他首先这个人 中气就很足 忽然第一句台词 就把我头腔共鸣 鸣到我的那个孩子 把我吓忘了 然后第二次见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拍定妆照 定妆让我们两个亲近一点 就这样贴他 然后这样跟他一起合影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 黄德我 最后又开始拍摄之后呢 他就完全变成了周时韵 结束之后我们大家都会聊天吗 只有他就像我们那天这样飘走 坐在那个楼梯上面对着墙 这样坐着 哇 我们当时都觉得这个人好奇怪 像自闭一样 对张雨昕的出印象和熟悉之后有变化吗 张老师的记忆力 我未知震惊 就因为台词上经常都是 北北说了一大段 然后我说个 嗯 再说一大段 我说好 张老师到现场画画看一遍 一字不差 几乎没有因为词尔卡克而恩基的 几乎没有 蕴色的功能是凭借什么 从众多小甜剧中脱颖而出收获这么高的热度 因为张老师的美貌 因为他的帅气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就是那种甜甜的爱意 粉丝觉得剧已经够甜了 看了花絮想不到比剧还好喝 对此你们想说 我怎么感觉他有一点质疑咱们的演技的问题呢 就是咱们演完之后觉得不演的时候更甜 我不认可这个观点 是粉丝说的不是我说的 谁 谁 谁 把名字打在公屏上 如何证明周时韵与苏金斐喜欢上彼此 不是因为贪图对方美色 肯定有美色的原因吧 不然呢 不然呢 除了美貌之外还有其他地方呢 还有独特的气质 我的才华 还有他就是头上顶一朵乌云的那种忧郁的像花泽泪一样的才华 作为一个已经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为什么轻轻抱抱举高好戏份得到导演手把手交 你这准备 你这要把他放下 你这要把他放下 你这要一转不就下来了吗 在中的过程中就可以接你下了 二十多岁怎么了 二十多岁我就在精通这件事吗 二十多岁真的不大 不大 是如何让苏金斐这个角色做到A和可爱兼具的 总体而言就是把他演的傻一点就不会特别作作 我觉得就是你内心要真的跟苏金斐一样 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负责 还有没有因为周时韵比较帅的 哦对 他一定要硬凹因为周时韵比较帅 虽然我也不知道跟周时韵到底帅不帅有没有太大的关系 下面是默契提问 由张雨昕提问丁雨昕带耳机回答 看两人是否可以凭借默契将问题与答案对应 北北向周宝贝求奖令时说了什么 啊 全身都是泥巴 北北因为什么不能公布恋情 啊 口罩吻 我们的第一场吻戏是 借吹风机 嗯 北北洗完澡去找周宝贝是因为什么 我要你情债肉长 没有一个对 哦 北北去山区找周宝贝因为下暴雨所以怎么了 代言钟爱一生婚恋我 对吧 全队 真的厉害不愧是你 那可不 你全是错的 默契指出为灵 挑战吻戏reaction 百万剪辑是芒果酱亲自剪辑吻戏卡车 暗投两位现场观看 谁先闭眼或者嘴角上扬谁就输了 失败需要现场模仿对方的一句台词 我给你遮着 我鼻头的粉底是不是蹭你脸上蹭霉了 为什么鼻头是红的 感动的 你粉丝动的呢 愣 我将往戏好戏 真的控制自己的鼻头都有戏 李雨昕全程没有嘴角上扬过 但是张雨昕虽然不露牙 但还是笑了 下面上惩罚了 惩罚模仿对方在戏里的一句羞耻台词 我不允许任何人 以任何方式伤害我的女人 哼 我不许任何人 以任何人什么方式 我也不是这么演的 免疫的 不可免疫的的时候 我不许任何人 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伤害我的女人 我要你轻摘肉厂 你那时候是划过了我的嘴巴 是吗 我的粉底 我的粉底 我要你轻摘肉厂 我演对方 我们不适合对方的一个角色 对不起 对不起 网友请听好 回应网友的相关评论 张雨昕的美貌惊艳到让我 饭尽是晕厥失血性休克托马斯三百六十度旋转跪地痛哭 拖好自己的身体 多鼓鼓那个血气吃染红枣 休克姓托马斯也可以去参加舞蹈比赛 丁雨昕隔三差五营业是几个意思 有本事天天给我营业 没没没这本事 告辞 如果你没有去看这个剧 你可能听不懂今天我们采访里的很多话 希望能看得更有意思的话我建议你们去看下这个剧 如果你至今还是单身 如果你已经脱离的单身进入了恋爱阶段 如果你已经进入了恋爱阶段 已经要结婚了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都请来看这部剧 这部剧呢可以让你的感情更加的澎湃 让你的恋情更加的激情 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趣 谢谢我两个小时 然后今天才能到这里 再见